这一期肯定是排面了 大家可以把这两个字先打在公屏上 hello大家好我是王九 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 今天我们在第一时间为大家带来的 并不是任何一个手机厂商的 什么工程机型 或者说什么demo机型 什么未来机型 我们收入这两台 就是这次联发科MTK天玑9000的芯片测试工程机 这期我们视频的主角就是天玑9000这颗芯片 之前这某芯我们是详细测过了 所以很多人对天玑9000就非常期待了 之前的处理期实测 有各种各样的调校散热各方面的理由 这期绝对没有了 不关你也小白兹兵 天玑9000到底表现怎么样 马上开始 在实测之前 我先来带大家看一下 可能是你第一次见过的芯片测试原型机 如果你是第一次见 可以抠个1 我估计你如果不是资深的存略者 应该是从来没见过这个东西的 说实话我也是第一次见 正面这个边框应该不能叫边框了吧 应该是窗户框 就是把这个测试原型机放在里面 然后里面它是一个完整的手机 只是现在没有摄像头 它的功能打电话各方面其实都是OK的 然后背部就比较有意思了 这得多少寸呢 9寸10寸应该是有的吧 很多东西都是裸露的 我这膜就没法给大家撕了 这个名字是小白1 这个是小白2 你可能知道它叫天机九千 但是可能没几个人知道它的内部代号是什么 下面是MT6983 这应该就是它的处理器代号 整个原型机的体积非常大 但是它也是全塑料机身 再带大家看个狠的 其实它这后盖是可以拿开的 是不是第一次见 它电池非常小 因为测试它只有3030毫安时 OK 不废话了 实测 马上开始 天机九千采用的是台积电4nm工艺 规格上3.05GHzX2大核 三颗A710中核达到了2.85GHz 比去年骁龙818的大核主频还要略高一丢丢 同样也高于骁龙8的2.5GHz 由于目前ARMV9架构在性能方面提升有限 导致骁龙8的CPU整体成绩并不很理想 那么MTK提升综合频率的做法相对就聪明一些 当然一切还要看实测 GPU上最新的G710 MC10 虽然G710支持最高16核心 但它并没有和麒麟9000一样直接对到了上线 官方宣称这次有20%的性能提升 同性能下则有20%的功耗降低 OK 我们直接上实测 强调一下以下测试都是以这两台芯片工程机测试得来的 都是基础配置 甚至这个屏幕它还是比较拉的 肯定和量产区会有一些区别 就比如说散热方面 大家就当前期尝鲜看看进攻参考 首先鱼路途跑分 天气有千也是如约跑出了100万加的成绩 综合性能基本持平骁龙8 这也是自联发科在系列X系列冲击高端失败之后 第一次正式在理论性能上 打平骁龙同期最新的旗舰SOC 发哥追了这么久 总算是追上了 第一个问题 不看娱乐党 天气9000和骁龙8究竟谁更强一些 我们详细看一下各个细节项目的成绩 Gaybench 5跑分上天气9000单核1277 稍高一点骁龙8的1206分 相比于之前的X1大核提升了约8% 虽然提升比骁龙更大 但和之前ARM架构更新所带来的性能提升相比 这次基于ARMV9架构的X2大核 完全就是几牙膏式的升级 天气有千也未能性变 甚至感觉这牙膏盖都没有松开 Gaybench 5的多核成绩上天气有千得分4456 相比于骁龙8PLUS提升了约23% 比骁龙8也高了约17% 和A15满血版有不到10%的差距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天气大幅提升综合频率的原因了 在X2大核挤牙膏的情况下 依靠提高综合的频率来提升整体SOC的综合性能 CPU性能上天气9000纸面相比于骁龙8PLUS提升了约16% 相比于骁龙8高了约11.5% 如果对比前代天气200 那么CPU性能就是暴涨了 但毕竟天气9000定位大旗舰 并不算天气200的正常迭代款 GPU方面 3DMark GFXBench 阿兹特克离屏测试 天气有千跑出了42和97帧的成绩 最终成绩上是不如骁龙8的Geno730的 综合GPU性能和骁龙8还有约10%的差距 OK 理论性能小总结 天气有千 CPU综合相比于骁龙8强了约11.5% GPU综合性能比骁龙8弱约10% 我们假定都是以骁龙8 8PLUS为基础100% SoC整体性能上天气有千基本持平骁龙8 所以与骁龙跑分它俩基本是一致的 但它俩都比骁龙8 8PLUS提升了约28%左右的成绩 第二个问题也是大家最关心的 天机9000的功耗到底表现如何 单核上面天机9000X2大核约2.78瓦 略低于骁龙9000 但又明显好于之前X1大核的骁龙888系列的机型 多核上约6.85瓦 换算称能效比单核能效约459 领先骁龙8约13% 多核能效上之前基于MOTO我们也跑过骁龙8 确实较为拉垮 天机有千领先高达23.5% GPU上天机有千功耗确实比较低 GFSBench阿兹特克两个分辨率的项目上均只有7瓦加 骁龙8基本都在10瓦加 相比于天机高了约3瓦左右 这个差距日常还是比较明显的 换算称能效比 阿兹特克1440P天机有千高达5.52 相比于骁龙8高了约35.6% 1080P的测试项目也高了约21.4% 天机9000的GPU极限性能是不如骁龙的 但是能效比综合表现要更好一些 我们也总结了一个表格 还是以假定骁龙8 váplus为基础100% 骁龙8多喝能效初期这个调教版本 还有点开倒车 但整体来看 骁龙8的极限性能比骁龙8 váplus提升了27.2% 天机9000相比于骁龙8 váplus提升了高达57.4% 相比于骁龙8也提升了23.7% 整体表现不错 一句话总结 天机9000综合性能持平骁龙8 但能效比更强高了约24%左右 OK至此纸上谈兵结束 我们来看实际测试 上期有很多小伙伴给我们反馈 太极限了 测的大多是超重度场景 日常参考意义不大 那么这次我们就从低往高一步一步来 花了老鼻子时间 大家记得点赞 首先相对较低的负载 网者荣耀高清60帧测试 肯定都是满帧运行 主要看功耗 天机9000 整机平均2.81 vá 略好于骁龙8的3.02 vá 但和A15和骁龙9000相比 还是有差距的 骁龙8在我们上次测试完成之后 又更新了一版性能优化 但我们复测完了 之前发过动态微博 低负载下的功耗表现 依旧点底 中负载下第一个场景 和平均90帧 天机9000 整机平均3.91 vá 略高于骁龙9000 相比于骁龙8 也低了约17.9% 和上面理论结果基本一致 中负载第二个测试 网者荣耀90帧模式 天机9000 整机平均4.05 vá 依旧略高骁龙9000 好于骁龙8的8系列 骁龙8暂时还没有适配 王者90帧 暂时没有数据 有了我们会持续更新 高负载场景 直接原神极限测试 最高画质下 天机9000 在这个啥优化 没有什么堆料散热 都没有的 这款芯片工程机下 跑出了整体平均 54.5帧的成绩 21分钟之前 基本都可以维持在50帧以上 后期发热跌到40多帧 整体表现算不上优秀 骁龙8更新一版系统之后 因为之前确实发热量太大了 出现了降频锁帧的情况 平均49.8帧 渲染分辨率 这台工程机 我们也数了一下 数据库同标准 约84个巨尺 和骁龙8 以及最近发布的几台新机 基本一致 差不多都是720P的渲染分辨率 功耗上除了A5 各家都在5A加 宽存震能效比 A5依旧是最高的 天机9000 9.73相比于骁龙8 好了约7% 法事上我们也测了一下 但目前还是工程机 后背机身 就是一个塑料壳 直接粘在机身上 里面就是主板了 而且它背后有裸露的开孔 测温仪 直接测到了主板上的温度 没有任何散热材料加持 25分钟机身背部挖孔处 最高52.1摄尔度 机身正面屏幕最高47.1摄尔度 背部有开孔 这个不做参考 正面还是有少许参考意义的 当然还是要强调 这是在没有铜管 没有均热板 等等散热材料条件下 测出来的温度 实际装机堆叠散热之后 应该会更好一些 目前高中低三档 四个场景下天气友谦的表现 其实还是不错的 但与其理论环节 约57.4%的能效提升 还是不称正比的 功耗控制要好于骄龙8 但是和麒麟9000还有一定差距 就目前SoC动辄10瓦加的峰值功率来看 单屏手机这么巴掌大的一个小东西 想要压住这么高的功耗 所带来的发热 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事 最后基本都会沦为 发热降频所真的结局 并没有什么很大的实际意义 对于手机这种大众产品来说 厂商确实更应该注重 大众用户所常用的 中低负载下的功耗和性能表现 毕竟众所周知 不是每个人都玩原神 原神它只是个温度测试软件 这次天气友谦 算是拥有台积电代工的先天优势 再加上后发一段时间的优化调教 以及目前理论环节的能效比提升 如果后续的实际量产机型 多堆一些散热材料 优化一下中低负载下的功耗表现 那么相对就可以获得一个 不错的功耗和极限性能表现 另外特别说下目前工程机搭载的 这块LCD屏幕素质较差 350尼特亮度会带来 约0.6W左右的功耗增加 不过别急别急 后续我们也会在第一时间 为大家测试实际落地的量产机型 记得关注点赞 OK 在这两台芯片工程机 目前的状态下 我们能测的就全部都给大家实测了 但是你可能已经注意到了 小白测评的传统重度测试 应该说是极限测试 光明山脉我们是没测试 为什么 因为这两台芯片工程机实在是太工程了 它都是裸露的 目前他们的状态是可以测芯片的峰值行动 但是持续峰值行动这一项目前还错不了 这算是一个小遗憾 但是也留了一个小悬念 因为毕竟前面的表现大家也都看到了 后续的量产机应该是在2月份 就会和大家见面 到时候我们再详细实测一下 但是最后我还是想说一下 目前我们做的测试其实都是偏向于峰值性能的 就是它的高点在哪里 但是日常大家使用手机绝大多数还都是中低负载 尤其是中负载下 这个场景是非常多的 这颗天机9000在工程机的测试下给我们最直观的一个感受 就是它的功耗这次控制的着实是不错的 所以搭载它芯片的这个手机的续航我们是比较期待的 但是但是再说一句 是我们测试这个工程机的情况 这个量产机是吧 也不是没有出现过反向优化的情况啊 如果觉得这期视频对您产生了一些帮助 可不可以在下方给我们点个赞 我要的不多 5万就可以了 更多内容精彩 再给大家全网搜索关注小白测评 是不是真的变天了呢 这个量产机的时候我们再好好看 不过那点小白测评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